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过劳之岛 老保局的统计是这样子 我们每11天会有一个人过劳死 不是过劳而已 是过劳死 蔡政府把劳基法的休恶 她不只是拿劳工的福利开玩笑 她把劳工的命开玩笑 她拿整体社会未来开玩笑 只为了换什么 换取我们的雇主 可以用很低廉的成本 聘到过劳的员工 我们认为说劳基法本来就已经是 所谓的保障劳工权益的一个最低的底线了 但是现在却因为有一些雇主 不愿意遵守这个最低的标准 我们政府还要修法把这个最低的标准再往下拉 那民进党自己之前所承诺的这个所谓的周休日 早就已经成为是要不可及的口号了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不是只有劳工 它过劳而已 它过劳带来整体社会很大的影响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政府的政策 承招令细改随着资方去起舞 其实只是展现出新政府毫不坚定自己的政策跟立场 而且不断的在让渡所有的人权的价值 今天这个记者会是拒绝劳基法修二记者会 那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这个劳基法修正过程当中 行政院的速度非常的快 大概在10月初提到这个议案 那10月底上个礼拜四就通过了劳动部门提出了这个预告 那上个礼拜四11月9号就通过了行政院的院会 那本周五听说就要通过立法院的一督排入委员会这样子 那在我们看起来呢 这一个劳基法的修正案非常的仓促 那仔细看到内容呢是往这个修二的方向 就是对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基本上是往修二的方向 那我们觉得也没有很适当的评估 我们劳基法去年年底才刚修完 劳工的七天假被砍掉 增加了休息日 增加了休息日的这个加班费的 做一算四做五算八 以及加上一些之前劳工的特修 那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都不用评估吗 我们到底一个决定国家大的政策的 重要政策的这种法案都不需要评估 去年才刚修完 马上今年又要修而且又修二 又不用检讨吗 那我们觉得说这次的影响非常的大 那它不只是影响劳工而已 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整体的走向 因此呢我们这些公民团体要立足 此次的修法 台湾的劳工不断处在一个状况是我们很早就上班了 所以呢幼儿园的老师要更早去开门 把小孩接过来 然后到了下班时间 家长等不来 然后小孩子在这个阶梯上 一直等一直等 甚至等到哭 然后家长都不来 一直拖到七八点 然后等到七八点 小孩接走了 幼儿园的老师才开始整理教室 然后八点多下班 这很明显当然是拼大老板的经济 但是它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的是我们未来 整个社会的发展跟生活 就是每一个劳工 它其实并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人而已 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关系的一个总和 所以你去对这些劳工 做一些 做这些无限的剥削 其实也会让整体的社会关系 进行瓦解崩坏 甚至是互相对立 当一个劳工的健康权 跟家庭权都没有办法受到保障的时候 它也会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公共安全 像我们的客运司机 他过劳 那就会造成所有的整车的乘客 可能他的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 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法定的修和 它是整体的社会关系的一个崩坏 一个座化的开始 所以我们也要在这边严谨的呼吁 行政院立刻退回这样的一个修法 那过劳是直接影响 或整体社会的过劳 其实直接影响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少子化 我们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 那少子化会带来劳动人口的减少 我们将来整体社会的生产力会下降 那各式各样的 这一个所有的社会福利 不管是劳保健保也好 以劳动人口的下降 同时这些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都会出状况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看到 这些少子化带来的重要的冲击了 譬如说在劳保的冲击 在这个教育体系的冲击 尤其像我们高校工会 面对这种少子化冲击 很多大学都要打了 那我们说过劳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 第一个是密集的工时 非常在短的时间内 那你会造成短时间的 这个身体健康直接的剧烈的影响 第二种是长时期的 譬如说你一整年 休息时间非常少 非常少 全年总工时非常长 这种是长时期的过劳 我们要再次强调是休息权 是世界人权宣言里面 民定的基本权利 那就是在我们自己 已经立法院通过的 把国内法化的两公约里面的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 第七条也有提到 休息权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可是呢我们的政府 却一再的去做出 违反两公约的这样的一个 倒退的措施跟政策 那其实也很明显的去看出来 政府其实是把国际公约 当成是一场儿戏 蔡英文总统 在今年的妇女节的时候 正好也发表这个谈话 她说她要消除女性就业的障碍 保障女性经济自主 可是今天政府提出的这个修法 完全是相反方向 那为什么劳基法修二 跟这个女性取得就业机会 是有关系的呢 我今天补充一个 其实是一个非常 也是蛮新的研究 是今年三月的时候 才出来的一个研究 澳洲国立大学的三位教授 他们去计算 就是说所谓 你一个人每周工作几小时 会影响到你的精神健康 那当然他们是以澳洲的为抽样 但是我们来参考看看 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女性如果工作34小时以上 就会影响她的精神健康 但是男性 他可以工作到47小时以上 才会影响到她的工作健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 他们的研究就指出说 因为女性有所谓的隐形工时 家务劳动照顾劳动 但是男性相对比较不负担这个部分 所以女性其实是在家里就过劳了 然后她还要去上班 今天如果工时非常高 那但是今天我们的社会还多少 有一些传统性别分工的话 它会有几个影响 第一个男性是仍然被理所当然认为 要去承担那个很高工时过劳的一个全职工作 因为他有养家活口的压力 那但是在同时因为男性他高工时 他更不可能回来回家来承担这样的一个 家务劳动跟照顾劳动 所以就导致家里总要有人来做这些事吧 因为我们的政府的长照跟托育又做的这么差 所以呢女性 她要承担更多的这个隐形工时 造成女性进入全职工作又更加困难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发现很多女性 她其实还是想赚钱 所以她就可能去做兼职工作 或者是在她的职业中 不断的进出这个就业职场 那但是问题是 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的工作 会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这些女性 她就算非常过劳 她隐形工时加上她兼职工作 就算她非常过劳 她还是无法享有 一般劳工能够享有的特休假 甚至运营假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职场的性别平等是不断被往下修的 而且整体劳工是不断过劳的 这三位学者说呢 以现在 以他们的研究显示 国际劳工组织现在认为 每周公时上限48小时都还太高了 48小时是没有办法促进性别平等的 如果呢 你要促进性别平等 他们建议要落实澳洲政府规定的公时上限 澳洲政府规定的公时上限是38小时 每周工作38小时 但是他们就指出说澳洲也没有落实38小时 但是他们就觉得澳洲政府应该要来落实这个部分 那他要落实降低公时才能够促进职场性别平等 缩短男性跟女性之间的薪资差距 以及落实家务的这个跟亲职的这个平等分担 所以呢 他们政府就第一个他必须降低公时嘛 第二个他还要建构完善的长照跟 公共长照跟这个托育的体系 他才能够达到这个一个性别平等社会的目标 第二应该要马上撤回劳动基准法这个修法的草案 第二政府应该要提出完善的政策预算具体配套 促使既有的劳动基准法相关规范有效落实于全体劳动 因为去年修改过后的劳动基准法 劳动部说他们只劝劳而不开法 所以基本上根本没有落实 再来第三点 政府应该要优先提出主意降低整个劳工工时 增加劳工工资 降低弹性工时 也就是降低密集的劳工时的这种相关政策 以合乎社会整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